一個百個客人都會問 阿貞伯 妳是要給我注意力 那一個一個這樣講 齁齁 麻煩了 那我們都知道很多的店家 他都會直接寫 初五開始 初六開始 我就覺得 唉 這樣做我創意的 於是我就想 咦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首詩來呈現它 貼在那裡 七十立康開始就覺得有趣而已 先打油詩 可是我爸爸說 阿貞伯 妳是要國字 妳也會漂亮 妳是要台語 我才會漂亮 爸爸這樣說 阿貞伯 我才會漂亮 所以他希望我用台語的方式去寫它 所以才會有這樣一首 其實第一首出來 你沒有想過每年都要寫 那沒想到第一首貼出來之後 我們都是 通常都是這樣 就是請我先生 我把那個稻子寫好了 那我先生就用紅紙 用到筆子 把他寫一寫 寫完了之後 就貼在我紅茶店的牆壁上 那後來 從那個第一首貼出來之後 就幾乎每一個紅茶店的客人去那裡 就會去唸 他們覺得很有趣 結果到了第二年 都還沒有過年 他們就開始問我 啊 今年寫出來 還沒有 你又是每天都要寫 結果我就被 我其實是被客人逼著說 不行啊 不行 你今年還有一首寫出來 就這樣一年接一年 一年接一年 就這樣一直保下去 那大概是剛開始 如果各位有時間可以到我們雙錢的網站上去看 各位就可以發現我大概前幾年的詩 就是遊戲的 打遊戲的形式 也沒有很正式的詩的樣貌 那大概就從92年那一首開始 我覺得 我越來越感覺 其實那個時候開始 泡沫紅茶開始流行起來 那可是我爸爸也有人說 欸 那我們要有加夢耶 我爸爸覺得 對他來說 我品質才有庇派 所以他覺得 萬一我給人家加夢 人家沒有做到 那我這一袋招牌 你就走了 所以他其實是一種 也許現在年輕人看他 會覺得 你這個老婆子 不要把身體弄得比較大的一塊錢 可是我看到的是 他對自己的一個 他雖然就是一個不起練的一杯紅茶 可是他非常在意他手裡的這一杯紅茶 我覺得我感受到他那一種精神 所以在92年開始 我來寫這些詩的時候 我開始不用遊戲的心情去寫他 我開始用一個呼叫 深刻的情感 我想讓大家都知道 好 雙泉紅茶除了 雙泉紅茶很好 雙泉紅茶到底還有什麼特別 他特別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的客人都會固定的時間 就要到這邊來報到 他到底有什麼特別 所以大概從92年開始 各位可以發現我的詩就慢慢慢慢轉變的方向 他就不再只是告訴客人我出幾要開始 我開始用比較正式的詩的寫法去寫開 好 那我想關於雙泉紅茶的一些 比較深刻的特點的地方 我也不要一個一個講 或者說我就順便也帶著大家 我們來讀幾首 那我來分享說 我創作這一首的時候 我內心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 那就以各位這個來看 我先來找他們讓你讀一遍 用耶穌來自 用當節來自 她在身材的阿伯 是無聲的歌 無你的心 拈拈阿倫 有無眼淚 燙的 冷的 都是人生的酒 春風味味 希望富裕 客人家啊 連恩有聽義 他們在說 蒸到 کہrooms 聞他入北京 好 那这个故意好有点有趣 因为当初贴出来 可能说Piti也是常证 不把机前的他都没写故意 可是我真的有去查台语的字典 他的故意真的要让你写 那在这一首诗